5-1-1 副程式没有传回值的 请同学点选专案 汇入专案档.aia 选择档案 范例切换到光碟第五课里面 开启1101 Procedure这个档案 再点选 开起来以后再点选开启把它开起来 开起来以后我们来看一下外观编板很简单 就是透过这个按钮来执行对话框 一个元件 第二个元件是对话框 切换到副程式设计来 当按钮被点选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 这个呼叫欢迎这个副程式 我们来看看这个副程式怎么来制作 首先在程序的地方点起来 选择第一个定义 这个没有传回值的 那名称呢给它 比如说我们现在给它叫 welcome 这名称可以自己定义 那这个副程式名称就叫 welcome 那接下来呢 这个我们来呼叫对话框 点起来 再来选择 显示消息的对话框 这个 好 接下来再利用文字这个 内建方块把它拉过来 我们三个消息 对不对 那字打进去 那这个我就直接复制过来 就拉过来就好了 因为文字方块做法其实都一样 所以你看到这个 welcome的副程式就是这样做出来的 这个 那做出来以后呢 接下来我们要呼叫副程式 那这个怎么弄出来呢 在程序的地方就有个呼叫 welcome 好 好 当你这里定义叫 welcome的副程式 呼叫就只有这个 原来叫做怀影对不对 它找不到了 所以把它删掉 所以呢 每次你只要点选按钮 就会呼叫 welcome的副程式 就跑到这里来执行完 来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实际的结果 那么当你执行连线的AI Companion的时候呢 去照一下就看到这个 好 我们点这个 好 那这个点一下 就启动了副程式的视窗 好 那这个名称是我们定义的 标题副程式 这是一个对话框 有没有 消息叫欢迎光临 好完成 每次你点一下 就可以执行这个 好 就完成了这个 我们的副程式一个 没有传为之一个执行效果